唐新风暴3 为什么这么火 原因是这四个 唐新风暴3 为什么这么火 原因是这四个 已经结束全网播映的TVB周年庆电视剧 唐新风暴3开始进入VIP会员才能看的阶段 但话题度依旧还有 比大陆很多的电视剧都要播放量大 关注度高 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剧情的延续 大家都知道唐新风暴3已经是第三步了 而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在十年前 也就是2007年和2008年 十年前的唐新风暴获得了全银阶段 不仅仅整部电视剧获奖很多 也很红了当年的很多演员 比如林峰 黄宗泽 钟佳新 陈法拉等等 这第三步为什么这么火 还是因为剧情的延续 依旧是家族财富争夺的戏码 不过这一次不是鲍鱼 也不是月饼 而是奶茶 虽然看上去好像越来越退缩 但剧情比起很多设计而言 还是看点十足的 第二 演员阵容 不得不说 这一部剧的演员阵容还算很好的 既有老戏骨班底 又有新年的家盟 每一个人表现也都很好 老戏骨比如夏宇 李思琪 米雪 冠菊英 从第一步 第二步 一直到第三步 这些人表现得还是这么完美 还是让人动容 不管是夏宇的震霸 还是李思琪的火箭 亦或者米雪的许大太太 都让人喜欢 而年轻演员的家盟 也让这部《唐新风暴3》看点很多 比如王浩信 再比如陈丽湘 陈敏之 黄翠如等 虽然之前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没有他们 但这一步却出彩很多 唐新风暴3 第三 当然就是黄宗泽 要说这几年黄宗泽真的是销售不少 但演技依旧在 还陪伴我们度过了很长的青春时光 他也陪伴在《唐新风暴》系列走过来 这一步绝对的难医 虽然剧情不多 但依旧获得了粉丝的喜欢和追剧 要知道很多人都说如果没有黄宗泽就不会看《唐新风暴3》 可见《唐新风暴3》之所以这么火 也离不开黄宗泽的誓言 第四点 人物设计方面 贴近现实又有点惹人生气 越是遭到匪夷的作品 有时候越让人喜欢或者追求 《唐新风暴3》中也有这样的人物设计 比如陈敏之扮演的黄宇艾 明明是一个附加千金 却偏偏爱上了一个有富之夫 虽然唐文龙扮演的郑立安有才华 有本事又体贴 但毕竟是有富之夫 作为正常人都不会主动去烫这个浑水的 何况是作为职场黑面神的黄宇艾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小三世又爱又恨又可怜 还有就是黄宗泽扮演的凌晨风阿九 这个人物也挺有意思的 明明是少东家 却被写成了黑化的坏人 最终虽然成功转白 可是依旧剧情生硬 至于阿九这个主人翁和十年好友黄翠如扮演的阿爽之间的改变 感情也是让人又闲又纠结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在一起 好不容在一起了 却又面临很多的调长 阿九已经黑化 还被关进监狱 两年之后才出来 唐新风暴三 索性的是唐新风暴三没有让人失望 结局还是很好的 黄宗泽扮演的阿九和黄翠如扮演的阿爽结婚 王浩信扮演的黄维嘉和陈丽湘扮演的许贝尔也有情人忠诚眷属 陈敏之扮演的黄以爱最终牵手黄志贤扮演的阿姬 也算是大团圆了 你看过唐新风暴三吗 喜欢剧中的哪一个人物呢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内容戏作者原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